说起了这几年在两岸爆红的小吃一定会提到柳州螺蛳粉 这种米粉汤从地方小吃红到出现在大陆的偶像剧里 人气指数可想而知 产业规模超过千亿台币 加盟品牌因运而生 这间台湾小店也跟上了螺蛳粉的花式风潮 把台客熟悉的鲁肥肠炸鸡蛋王里头一加 果真大受欢迎拥有不少铁杆粉丝 Pat Baker 茶坏 errn 茶坏大家 Rule Nav Open mystic 传统市场博力满点 除了传统菜色可以买 还可以追上最新流行时尚 很多偶像剧啊 那些男女主角 就是出去约会啊 你去吃螺蛳粉吧 这个是很多那个偶像剧里面的桥段 你知道吗 红到偶像剧的这一碗 名为螺蛳粉 米粉汤里有菜有肉 偏偏找不到螺蛳 大陆老头习一为常 在台灣經常雞同鴨獎 螺絲粉在台灣才剛流行 很多人都不知道 在碗裡面找了很久 找不到螺絲 然後就跑過來跟我說 為什麼螺絲粉裡面沒有螺絲 我就跟大家解釋說 我們是用螺絲熬湯頭 就是台灣人比喻說 太陽品裡面沒有太陽 然後就是螺絲粉裡面沒有螺絲 以螺絲熬湯底煮米粉 是廣西柳柳的淨店小吃 原本跟台灣洋蔥麵一樣 都是小店小攤 但現在連縮品牌零利 產業規模超過500億元 在大陸人氣之旺 不輸台灣的手搖影 螺絲粉現在在大陸很火爆 就像台灣的一些手搖杯 然後加盟的非常多 品牌很多大概有上百家吧 像我們去的每一家店 它可能都是爆滿的 特別是假日 那個外送單跟內褲的 全部都是爆滿的 但都接不完 丁子山也沒錯過 爭一波螺絲粉浪潮 小食物在格南老家 就經常抓螺絲 甚至來到台灣才知道 螺絲不是家家都有 我去菜市行的時候 跑了很多家其實都找不到 場裡面只賣幾斤幾斤的 那我就會把它買回來 集中在一起 然後慢慢的累積 那是很高興啊 還把它拿出來放在水裡面 有那種回家 回到家裡的感覺 因為我們在家裡的時候 小時候去抓那些螺絲 然後放在盤子裡面 自己去玩 有了主角螺絲 就不用擔心調味 河南吃麻吃辣的程度 雖然不如四川重慶 但花椒辣椒的產量 在大陸都能排上名號 料理中加點香料 是很加常的事情 很奇是我們媽媽那時候 從市場買橘子回來 我們就是把肉吃掉 然後把這些剝一剝 然後就丟到我們那邊的 房頂上面給它曬乾 曬乾拿下來之後就剝一剝 就可以煲湯什麼的 所以加上它會比較香一點 不只陳皮自己曬 河南盛產大豆 產量佔大陸的三分之一 做豆腐煙 豆腐乳 媽媽也會自己來 豆腐乳是我比較愛吃的 因為在家裡的時候 我媽媽早上一大早 就會煮一鍋稀飯 然後弄一些豆腐乳 然後還弄一些 她自己蒸的饅頭 都會把饅頭掰開 然後加一塊豆腐乳裡面 就是這樣沾著來吃很厲害 那就是我媽媽自己做的 什麼東西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豆腐乳清清香香 在丁子在家裡 幾乎是百搭調料 炒螺絲的時候也少料它 隨著熱氣蒸騰醬酸爆發 有時的觀光回憶更加熱傷 然後抓一堆吸一吸 然後姐姐就幫我們炒 因為我們就很期待 然後在旁邊說 希望是說趕快炒 趕快炒的時候 我們可以吃一下 那當然給螺絲 因為它殼比較厚 它在鍋子裡面要蒸很久 它裡面的肉才會熟 然後我們姐妹幾個都會在旁邊 散絲啊 一直吹好了沒好了沒 小時候潮潮起鍋 就是零嘴壁菜 如今則是熬螺絲鍋前 必不可少的基本功 因為我們一定要用像那個 把那個中藥要炒一下 它的味道才會出來 安妮 我之前有試過 就是把那個中藥 完全沒有炒的放下去煮 沒有炒過的中藥下去炒的時候 下去燉湯的時候 跟那個炒過的完全味道不一樣 你還是一定要炒 湯頭鮮美配料也不馬虎 大陸各大品牌精心激烈配料 選擇擺花起放 炸蛋是今年爆紅的 也不配料 那現在的螺絲盆越來越口白了 裡面加料非常多 他說吸那個湯汁很好吃 因為我們把蛋那個炸得很酥 然後它湯汁是完全可以吸進去的 有的客人呢 他會一次點三到四個以後 蛋液以下在油鍋中 瞬間炸出一朵大白花 試著好看 口感蓬鬆 在兩岸都很受歡迎 如果在大陸選擇更加豬肥意料 喜歡炸那個雞腳 再一個就是炸蛋 然後火嘴糖 還有滷豬蹄 現在都已經改良很多了 加非常多的料 然後他們都會加 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跟上螺絲粉的新派蜂巢 丁子山毫不均膩 從小時候愛吃的豬肥腸 也跟著加了進來 我的做法就是用薑絲下去 就是炒一炒就可以了 那每次來台灣之後 我都會去點那個薑絲大腸 還有台灣的榨培腸 每次出去吃的時候 我一定會點這兩個湯 它雖然處理很麻煩 但是很多人喜歡吃 然後我也自己也很喜歡吃 剛開始都是小亮小亮做 隨著口味受到歡迎 規模從一間小店 拓展為三間零碩 連配些肥腸都有粉絲 曾經有客人問我說 可不可以賣幾斤給他 他們說很好吃啊 因為味道也很好 跟炸彈一樣都賣得很好 那我就再累 我真的也很高興 從新式配菜到展店的速度 丁子山複製大陸模式 讓小小的螺絲 在台灣照樣實力驚人 週休二日是許多人的悠閒時光 但是新聞事件不挑時間 這些重大的新聞事件 都是在寧靜的假日發生 我始終堅守崗位 帶來最真切的解析報導 直播深入 邏輯演繹 將故事一一說給你聽 我是房業涵 週六日新聞不停歇 給您最及時深度報導